沙翼因为喜感太强 从友情客串变成主演 英子 开门 待你 在收开小换戏时 作为编剧的黄磊 为了给宋倩和英子的母女关系做铺垫 专门设计了渣男乔卫东一角 编要请好友沙翼友情客串 但你绝对想不到 沙翼刚来到剧组时 却只有仅仅八级的兴奋 谁知拍到一半 黄磊突然发现沙翼喜感很好 和乔卫东这个角色适配度很高 给这部剧增添了不少亮点 于是疯狂给沙翼加戏眼 黄磊一边拍一边改剧本 结果改着改着 就把沙翼饰演的乔卫东 从客串变成了主演 别看剧里两人一口一个好兄弟 可很少有人知道 沙翼在私底下非常怕黄磊 毕竟是他上学时的老师 黄老师我很尊重 黄老师是我们的老师 而包租婆宋倩这个角色 黄磊最开始在构思剧本时 摄像请自己的得意门生曾辉出演的 可无奈的是 曾辉因为被查出心脏病 没办法参加高强度的工作 这可把黄磊急得不行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想到了邀请好友桃红酒厂 但那时的桃红 除了在老公徐征的电影里面露面外 基本不参与影视剧了 而且小欢喜前期并没有剧本 只有一个故事大纲 桃红为了谨慎起见 就拒绝了黄磊的邀请 黄磊为此也是十分头疼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徐征劝让桃红接下这部戏 因为他在看过剧本的大纲后 觉得很有意思 有了多年导演经验的徐征 相信这部剧一定能够爆火 最终在老公的劝说下 桃红才选择接下这部戏 原来我们都被小欢喜给骗了 剧中普通的三个备考家庭 其实个个非富即贵 不但都是北京户口 而且还都有房有车有存款 首先是最富的乔英子一家 妈妈宋茜手握五套北京内环学区房 每月光收租金 就有最少六万的零花钱 再加她是培训机构的金牌奖师 月薪至少三万家 妥妥的年入百万了 这些宋茜出镜的包包 无一不是高档奢侈品 莫奈手带 斯林手带 斯林黑金牛皮肩背包 爸爸乔卫东 跟着小区物业经理一见到 就要巴结着大老板 英子开门 爹地 他是当地著名的投资商 隐形富豪 身价最少千万级别 近一万的乐格玩具 那是甩手就买 给英子买个零食 都能把超市搬空 这样的经济条件 在当地绝对算是上游了 而条件看似较差的方一凡一家 其实也不简单 人家却在第四季对方一凡说 他们家是普通家庭 凡凡妈妈跟你说实话 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我们就指望你通过高考 礼于月龙门了 虽然后续夫妻俩先后没了工作 父母也因为上到受骗 背上巨额债务 但他们还有一套近两百平的房子 据中说是六万一平 遇到宽调后可以选择卖掉房子 瞬间套现千万资产 给儿子租一万多一个月的学区房 而且两人在落魄的时候 也有近百万的资产 我跟你说 在北京有房有车 还能留一百多万存款的家庭 却说自己是普通家庭 我的价值观仿佛被震碎了 但要说到最富有的 那还得是季洋洋一家 你绝对没有发现 小欢喜中最富有的家庭 其实并不是手握五套学区房的乔英子一家 而是父母都在体制内的季洋洋 首先 洋洋舅舅年纪轻轻 就可以在北京市区 经营一片豪华的赛车场 季洋洋开学那天 更是开着舅舅的法拉利F8进了学校 居中春风中学的原型 是北京顺义的新英才国际学校 每年光学费就要15万 如果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怎么也得30万往上走 绝对算得上是贵族学校了 周围也都是一些富人区别墅 江洋一家更是有权有势 妈妈寄生力是北京某地区的区长 妈妈刘静是天文馆的馆长 季妈妈去医院做肿瘤手术时 由于夫妻俩都是体制内的原因 所以一直保持着低调原则 助理也只是普通病房 可离谱的是 在第二次手术前 季区长去医院看望季妈妈后 情况立马就不一样了 医院火速安排了最顶尖的专家 还专门做了详细的术前会诊 甚至院长得知情况后 都亲自赶来慰问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才听说 您爱人到这住院了 季区长啊 你也真有点太低调了 怎么着也应该 跟我打个招 不出所料 手术结束后 季妈妈病房的档次瞬间上去了 直肩排豪华大单间 不仅面积是原来的两倍 病房间还配有沙发 电视 饮水机 就跟住酒店一样 连护士也变成了一对一服 或许的茶房 也是院长亲自带着主治医生来的 这样的资源 已经不能用经济条件好来衡量了 纵观全局的家庭条件 只要不遇上巨大困难 他们几乎都不需要为钱烦恼 最后我才后知后觉 原来我们一直在以普通人的视角 看一群千万富翁的家庭烦恼